图一,希特勒在二战史中留下了战争恶魔的名声,但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超高天分的画家,其德艺术极其痴迷,一生留下画作超过百幅。 希特勒曾在自传《我的奋斗》一书中表示,我青年的时候,非常喜欢自己成为一名画家,为此我不断地努力。 灵图时。不过也有部分人指出,在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,和知名画家指导下,希特勒能够画出这样的画作,也足以证明希特勒在这一领域,的的确确是有一定天分的。 图二,希特勒青年时代,曾经浪迹于维也纳街头,而其谋生的手段便是靠着售卖自己的画作,而换取生活的金钱。 关于希特勒学画的经历没有相关的记录,从而我们也不得而知其绘画早期经历到底是如何的。 从而大多数人把这一切归咎于他的天赋。 图三,希特勒早年浪迹维也纳街头,成为了一个流浪画师,其后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,他报考了维也纳美术学院。 可在考试中,考官以希特勒在建筑方面,具有极高的天赋为理由,拒绝了希特勒的希特勒的入读请求,并劝说他报考建筑学院。 但由于包括建筑学院需要重读高中,为此希特勒放弃了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机会。 图四,也正是因为没有能够考入维也纳艺术学院,从而希特勒只能继续浪迹于维也纳街头,继续以售卖自己的画作而生存。 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后,其入伍成为了一名奥地利军队中的士兵,并开始了他的军政生涯。 图五,希特勒一直都标榜自己是一名艺术家,一直到他成为德国元首的时候,他的心中都居住一个艺术巨人。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,在他执政期间,所参与设计的德军军服,一直到现在都被列为是二战中最好看,最能够体现军人风采的军服。 图六,希特勒在1939年曾经会见英国诸德大使亨德森,他告诉亨德森,我不是一个政治家,我是一个艺术家。 当然,这句话发生在波德战争前夕,为了麻痹英法,希特勒说出了这样一句话,联想到他对于艺术的追求,从第一次大战入伍到成为德国元首,其一直都没有放弃作画。 亨德森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说谎,他的的确却对于艺术有着相当高的追求。 图七,据资料记载,希特勒的柏鱼符画作,基本上都贩卖给了犹太义人,特别是在维也纳街头贩卖画作时期,希特勒的画作售买对象,基本上都是被犹太义人买去。 图八,希特勒如今的画作,除了一部分在二战结束后被拍卖,另外一部分则在二战结束时,被美国军方缴获,从而流入美国,被美国政府所收藏。 在拍卖的画作中,曾经创下过单幅成交价为约8万美元,折合人民约为50万。 图九,关于希特勒画的价值,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它自身的知名度所带来的,并且在传统的书画界,认为希特勒的画作笔法相当拙劣,根本不能称之为好的作品。